他要看著飛機離開 他再回頭 他會再走的 我到的時候 我以為他已經送Kim 他的兒子拜拜了 他已經走了 我一到飛機場的時間 我就聽到有人說Michelle 我說這個人好像很熟這樣 然後一轉頭 就是他NLD 他旁邊的NLD members 因為前天我就跟他們在一起 聊得很開心 跟著我就聽到另外一個人說 那我一轉頭回來 就十幾個記者在 那很快他們就 原來楊子雄來到探Onsan Suci 等等的東西 但是我進去跟Onsan Suci在一起 他們沒有拍到 因為他們不可以進去 所以就這樣子 全世界都知道我去看Onsan Suci 本來想偷偷的問 對 楊子雄你這個臉很難偷偷的 但是我一直在想Onsan Suci 在我們心裡面是一個 就是好像偶像一樣的 她真的是 她是一個很好的人 如果我們每一個人 都可以學到一點點 對 我們整個世界就會變成好的 更和平 對 更和平 所以當你第一眼看到她的時候 是你想像中她的樣子嗎 一無一樣 一模一樣 一模一樣 但是我真的見到她的時候 其實我也有一點點的緊張 因為好像你說 我會見到我的偶像 偶像 那有人說 又可能你不想見到你的偶像 一見到呢 你可以是很失望 對 但是呢 她馬上給你的感覺就是 她是一個很有愛心一個人 我在她的房子裡面的時候呢 我就聽到她說 哈囉 我鑽頭過來的時間 我第一個反應是 我是跟她握手呢 還是跟她怎麼樣打招呼 是這樣子的 還是這樣子的 但是我沒想的時間呢 她已經很快就這樣子 就好像妳剛剛見到我的時候 就有抱 對 那妳坐下來 妳跟她聊天呢 妳就會覺得 這個是一個很有愛心 但是呢 她很會笑 她很喜歡笑 她很好奇 她就好像有時候妳覺得 她好像一個小女孩子這樣子 像笑妳的笑心 我第一次見到她的兒子的時間 我之前沒見到她的時候呢 人跟我說 她很喜歡妳的電影 因為她很喜歡動作片的 所以我以為 我一見到她的時候 會說我動作的電影 但是我想不到 她第一句跟我 她看我 她說 妳知不知道 妹妹比妳瘦很多 我感覺到 我說妳開玩笑 她說 不是 她真的瘦很多 所以妳其實是 妳其實是一個瘦的女人 對 但是她還說 因為她的臉是很小 她骨架也真的是很瘦 她是很 妳知道 很 很瘦 但是瘦起來呢 可是這麼瘦的女人 很強 很強 妳會覺得她的那個power 妳覺得她的精神 妳不會覺得她是很兇的這樣子 妳會覺得她是有很安靜的力量 我覺得做一個演員 妳的一輩子能拍一部戲 讓妳覺得這是妳最相信的人 然後妳 這個是幸福 這是幸福 我覺得演到這樣子的角色 我覺得妳應該從某一個年 時代就是說 妳拍了很多賣座的片子 妳就是要演一個 妳覺得很難演 但是我希望我能夠很成功的 去演出一個這樣子的角色 我覺得很多時間就是 當然我不是老闆 我可以這樣說 很多時間就是妳不是為了錢 去拍一個電影 有時候真的很值得 我們拍這樣的旅行的電影 好像這一次呢 導演David Wallace每一個 特別是我們演員 就沒有拿我們平常會拿的費 就全部都拿一點點 因為我們就抱著這個希望 就拍好這一部電影 那跟著呢 如果有什麼的資金呢 我們已經分配一半是給 翁山蘇吉跟Michael Eres 他們的Foundation Foundation 所以當我看了這個 楊子雄要來宣傳這部電影 我說 她一定很愛這部戲 對 妳拍了那麼多的大戲 要妳這樣跑跑跑 因為妳知道妳的家 應該在馬來西亞 在法國 那妳的很多的工作夥伴 是在香港 在美國 可是妳為了這部戲 妳再一路這樣做宣傳 其實就是一個一件事情 希望大家認識翁山蘇吉 知道這一段的愛的故事 我覺得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所以妳在拍這部戲的時候 妳的另外一半一定給妳很多的支持 對 其實妳如果看電影後面呢 妳會看到有她的名字在 她是贊助嗎 沒有 associate producer 因為她是電影的很好的朋友 她真的很支持Luc Besson 特別是我 所以我們說真愛是什麼呢 真愛是妳要妳愛的人 可以做到他們愛的東西 我應該向這位先生致敬 對不對 她會很開心 真的 我要向妳致敬 其實楊子雄是 是在演藝的女生當中 算很早結婚了 那個時候就是年輕嘛 就是不懂愛嘛 對不對 對 我覺得就是年輕喔 看到跟我一樣 我第一次的婚姻很快就結束了 然後在自己才發現 我到底要找什麼樣的人來愛我 那我會去愛什麼樣的人 其實這是我們女生的課題 其實我覺得呢 我們第一要愛自己 妳自己要肯定 妳想要什麼 妳的夢想是什麼 很多人我覺得呢 就是放人家 她想要妳做的是什麼 所以妳去做 但是妳快 發覺很快 就是妳不開心 妳不開心